快 你是人是鬼啊 我是人 也是鬼 我是佛 也是仙 我看你狗屁不是 小和尚 找死啊 山大 太后 让我来收拾他 老大 我先来 去 这小子厉害的聪明镜倒有几分像我 要是再有几分邪气就好了 我才不像你呢 小东西 你是谁家下的蛋 老大 老大 滚开 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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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啊 你又是什么人 我在这里横行了一千年了 你呢 我只听说过千年的王八 没听说过千年的土匪 那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吧 来 知道千年的老妖子了吧 和尚 你这也算武功啊 依我看 还是回到你的寺院阿弥陀佛去吧 妖怪 不许糟蹋我的武功 你这老乖 在搞什么鬼啊 快 快点快点 这女子是被糟蹋死的 是谁做了这种 上天害理的事 阿弥陀佛 看什么 你是哪来的和尚 你管得着吗 就是他 他没信有可知 这事肯定是他干的 就是我干的 你终于出现 我找的就是你 先让我来收拾他 梅兄弟 没事 不算什么 再来 梅兄弟 你没事吧 我不行了 受内伤了 少林和尚也是不中用的东西 小子 我 我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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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眼睛 我的眼睛 二师弟 二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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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别让他跑了 他就是那个没心智 追 不准救我三师兄 又是你这个小东西 我看你还是给我做徒弟吧 跟着我吃香的喝辣子 就不要再念阿弥陀佛了 呸 老妖怪 休想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吧 老大 快走 和尚们追来了 在那儿 今天我就先放过你一马 好好想想 走 驾 二师弟 这里交给你了 好 走 混蛋 好 出来 大义兄 托弥陀佛 快说 土匪呢 土匪跑哪儿去了 他们把全村的人都带走了 除了死的都带走了 说是要大家去拿钱书 不拿钱去书全杀掉 没有 就不是在那儿是 System 离开着 你小朋友 怎么不就 southwest 陆帐佛 你就 kıgrow 就是托异 啥导 帮助 Amen 下次ste Ruote 吃了 крут 怎么吧 舍不得了 那么累 怎么从这冲出去啊 我们干嘛要冲出去 我们不是正好在这里 等我们要等的人吗 可是咱们被囚禁在这里 寺院的师兄弟们又不知道 怎么才能将这帮坏人扶法呢 来 会人 北师现在教你进宫的功夫 现在 对 反正我们待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事情 正好打发打发时间 来 你坐在那里 把眼睛闭上 你努力地在想着 在你的前方 有一块千斤巨石 你感觉到了吗 好像有块石头 还挺重的 好 你用力地去推它 你是不是感觉你在推它的时候使不上力气 对 不要用手推 提起一口气 用心去推 把气憋住 集中精神 用力地靠近它 我们分两路去找师父 大师兄 你到汝王县 看师父盗门到县城 见不见左县令 我和惠友会空 去找土匪 一方面寻找师父的下落 另一方面 想办法救出百姓 也许 这土匪就是杀上人的凶手 那我呢 你什么功夫也不会 那我可以边打边学吗 你看我干什么 这 我撒 我撒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狗怎么不咬别人 就咬它呀 哎呀 师兄 快救救梅兄弟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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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匪没要乡亲们 把银子埋在那边的树林里 那个食盐杆的土匪 外号叫老妖子 在土匪中 排行老大 这个人 无恶不左 杀人如马 念初 我们的村子就是被他给烧的 打工资 她们终于出来了 走 跟上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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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他们去哪儿了 怎么不见了 大家小心 看来匪窝就在附近 咱们奋斗去找吧 好 走 回宫 又是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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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的魯夫竟敢跟我对手 今天我弄下你一堆绿豆员 你有这么大的绿豆吗 走 师兄 我来 小屁孩 让我看看你的小鸡鸡掌权了没有 胡说八道 伍弟 不要伤他 没心智 你束手就擒吧 打你 那谁 干什么 又是你 这不是少林寺大师兄 会员师父吗 怎么 你师父派你来找我 我来是想问问你 我师父昨天到这里来了吗 来了 哎呀 你师父是真威风啊 昨天你师父站在刑场上 向全城老百姓保证 五天之内就要查到杀害伤人的凶手 哎呀 你没看见 全城百姓一片掌声啊 全城百姓一片掌声啊 你师父比我这当县令的都威风十分 我师父昨天是不是从这里回寺里了 怎么 你师父昨天没有回去 没用啊 我还以为他查到凶手了呢 是梅兄弟的血 梅兄弟是不是被土匪抓了 梅兄弟可能出事了 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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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干什么 走 老二 真了不起 出去这么一会儿就抓了这么个东西 老大 那几个小合唱 合起来功夫确实厉害 把那两个没用的东西带上来 老大 这是银子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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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别人 我们真的不知道有人跟着我们啊 砍 难道还用我动手吗 你不会吃了我吧 传说中老妖子吃人 那是我编出来的 编出来吓人的 来 说吧 看看你跟那些和尚是什么关系 和尚 什么和尚 我不认识 你跟他们在一起敢说不认识 那我说了你就放了我 老妖子虽然不吃人 但是很会杀人 你听明白了 好好说吧 那我就说了 他们有百十号人 各个武功高强 说实话 消灭你们 就跟财死一只臭臭似的 我劝你呢 还是识相点 躲得远远的 否则的话 等他们找上来 把你的老窝给灭了 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来人 把这个笨蛋拉出去 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扔给和尚 别 有话好好说 老妖子 你杀了我吧 我少林寺的师兄们 会找你来报仇的 你既然不是少林寺的和尚 为什么跟和尚混在一起 我要是和尚 早就把你给收拾了 让开 干什么 你这毛病可不好 你干嘛要割我的头发 毛发受制于父母 你凭什么割我头发 拉出去 滚起来 也好 临此之间 我终于也能成为和尚了 我想念梅兄弟 你这毛病可不好 他这个人哪 胆小又怕事 被土匪抓了去 不杀死也被吓死 三师兄 都这时候了 你还说风凉话 我说的是实话 我也替梅兄弟担心 他这个人没杀心眼儿 又胆小怕事 好吃懒做 总之百无一事 到了老妖子手里 肯定死得非常痛苦 二师兄 梅兄弟落到老妖子手里 咱们得快想办法 我在想 今天碰到梅心智的地方 很可能就是肥窝 老妖子一定发现 咱们跟踪他们 着急了 梅心智才会跳出来 对 对 这样吧 咱们继续上山 在土匪今天出现的地方 继续寻找 好 好 姑娘的剑下死 做鬼也风流啊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我的剑可就不停指挥了 好好 我不说 谁让我 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当初你挤了我的轿子 杀了我的随从 是我进不了宫 见不了皇上 见不到仇人 我就报不了仇 我完全可以一箭杀了你 你的宫练得怎么样了 可惜只有这两页纸 怎么练也差口气 这不是少林秘籍吗 你问这么多干吗 二师兄 你看 地上有血 去看看 救命啊 你们是我的救命安人 我给你们磕头了 快起来 快起来 快说说怎么回事 我是前村梁家屯的 名叫灯笼 这儿 上个月初六 土匪突然来到我们村子 带走了我和两个哥哥 把我们兄弟三人 关在山洞里 不给吃不给喝 受尽了折磨 我爹我娘没有银子输我们 几天以后 老妖子一怒之下 砍下老大哥一条胳膊 可家里到哪儿去弄银子来 紧接着 老妖子又砍掉我大哥一条腿 大哥被老妖子活活砍死 二哥又惊又气 晕了过去 被老妖子扔出去为了懒 我爹和我娘 为了把我们兄弟三人熟出去 他们把地给卖了 又卖了房子 我爹把我的小妹也卖给了别人当丫头 他们碰着银子来的时候 听说我的两个哥哥已经死了 他们冲着老妖子撞去 活活地撞死在他的烟盖上 老妖子还不肯放过我 他要把我带到村子里再杀死 好为一些乡亲们赶紧送银两来 我家里人都死在土匪手里 我也不想偷生 与其被他们活活杀死 还不如拼了一命 幸而遇见你们救了我 土匪这么凶残 我们要把他消灭掉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血海深仇 还有那么多的乡亲们 他们随时随刻会死在老妖子手里 灯笼兄弟 你在土匪窝里待过 你认识那个地方吧 我忘不了 好 你敢带我们去吗 有什么不敢的 二师兄 现在有土匪的下落了 我们随着灯笼去找土匪报仇 几位小师傅要是能出手相助 那我还有啥说的 我就是拼着死 我也要带你们去 我替我死去的爹娘 还有兄弟给你们磕头了 快起来 快起来 大家都是自己人 不要客气 你们不答应我 我就不起来 二师兄 百姓要我们去救 师父让我们做善事 不要再耽误时辰了 三师兄 你让二师兄在想想吗 还有什么可想的 我们不是一直在找土匪的老窝吗 灯笼兄弟 你先好好养伤吧 灯笼兄弟 灯笼兄弟 你去哪儿 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好 有话好好说吗 小师傅 你让我走吧 我不能再连累你们 都是自己人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老妖子太厉害了 无论谁跟他斗 都会遇上危险 我已经想好了 我自己的仇刺激报 不能连累别人 无论是死是活 都是我自己的事 哪怕再撞到老妖子的烟杆上 我也认了 灯笼兄弟 难道我们是因为贪神怕死 才不跟你去的吗 小师傅 我知道你跟他们不同 你是真正的汉子 我们的师兄弟都是挺好的 放心吧 我们一定想办法替你报仇 可是大半夜你去哪儿啊 走 先跟我回去 怎么 你信不过我吗 我不能躺在床上养病 我要救人 我去跟土匪拼了 灯笼 我们兄弟几个合起来 才勉强是老妖子的对手 那么你一个人怎么和他拼呢 我不会功夫 打不过老妖子 可是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活动 我埋伏在附近 趁他们不注意 把土匪一个一个的干掉 等我把老妖子也干掉了 我自然就能够 把百姓救出来了 好 这倒是个好主意 灯笼兄弟 我跟你去 大哥 前面好像有动静 肯定是他们来了 好 我抓了这几个小和尚 到了第五天 就把他们和方丈一起送上刑场 我要让全县的百姓都知道 就是他们 杀了商队的人 抢了商队的货 老大 永远都是好运气 屁 难道我不聪明吗 听着 从这儿过来的和尚 一个也不许跑掉 我觉得 这个人不对劲 我也觉得这个人有点不可信 就他那点功夫 我怎么也不相信 他能从土匪窝里跑出来 可是怎么能发现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呢 我有一个办法 山子 你不是说老妖子有个规矩 凡是犯了错的土匪 都要剁掉一个脚趾头吗 对 看看他的脚趾头 赶紧把他们截回来 走 快 来 三弟 跟我回去 老大 好像他们又回去了 难道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吗 是谁走漏了风尚 肯定是那位兄弟 走漏了风尚 追上去 驾 驾 后边有动静 是土匪快躲起来 灯笼快走啊 快走快 人哪 刚才看见他们就在这里 给我分头去找 走 走 跟我走 我 我害怕 老大 一个人仰仰没有 他们肯定向那个方向跑了 那就追过去 走 快追 快跑 走 站 干什么 两个脚趾头 救命啊 救 驾 慧空山子 你们把灯笼带走 我和慧弩留下 好 驾 驾 驾 果然出手不凡 来 陪爷爷玩两招 来吧 快 我要把你们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捏在手里玩一玩 二师兄 我俩不是他的对手 不能再打了 再打就上当了 走 驾 驾 驾 来吧 大哥 你回去吧 这里交给我了 好 二弟 就看你的了 驾 没心智 果然是你 找的就是你 怎么 要打 乖乖的跟我回去 认出 没心智 那群商人是你杀的 对不对 对 是我杀的 那你为什么要栽赃给我们少林寺 我不是要栽赃 是你们师父自己往自己身上揽是非 所以嘛 连你们方丈都自食其果 师父在哪 在哪 想不想跟我去见你们师父 行 我和你一起去 三点 别上他的当 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要么相信我 乖乖地做我的俘虏 我带你们去见你们师父 要么就打 我提着你们去见你们师父 想好了吗 想好了吗 你们跑不掉的 趁早别起这个心 拿下他 走 走 这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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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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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是我 把他们赢过来的 老大 我的脚趾头已经被砍掉三个了 那 我想 怎 你把暗算我 不算英雄 你这点小技比你做得恶 可是小无间大悟了 快说 老大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老二被抓走了 老二被抓走了 老二胆子太大 又不让兄弟们跟着 我们听见那边没动静了 就出去看 老二不见了 那碗小盒子也不见了 那几个和尚的功力已经练得不错了 可是以老二的功夫 对付他们不成问题 中间没出什么事吧 不知道 没有看见 那个老和尚关在什么地方 在红栈洞里 就像出火一样 现在 我会动你的右手 先正前方出击 好 好 师父 我们魅力还是不够 你看我打碎的 这些 这些只是小石头而已 卉人 你现在的功力 比起以往 已经增长了好几倍 你知道吗 几倍 灰人 你以为你打碎的是几块碎石 可是你忘了吗 你面对的可不是几块碎石 你面对的是一座山 师父 是为了承恶扬善 而不是为了伤人 你知道吗 以你现在的内力 足可以是对方的五脏俱飞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绝不能乱用 嗯 弟子明白了 师父 咱们冲出去吧 我们现在 不是为了冲出去 我们是为了在这里急拿凶犯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实现 对老百姓的承诺 师父 我听见有马蹄声进了 是不是那个贼手回来了 不过 这不是刚才的那个 那是那个 比那个更有分量 你听 他的马蹄声 文文当当 而且每一步都充满着杀气 师父 他是谁 不知道 但这个人比刚才的那个人更加残忍 而且还有更高的武功 会人 千万不可大意 是 师父 可能不是 请不打开 我给你 想不出来 经验 您的 事物 人 要你 快 我 你 绕 我 要快 师父在哪儿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你就不怕死吗 你敢杀我吗 三弟 停下 这样吧 我们谈判 你看怎么样 什么谈判 你告诉我师父在哪儿 我不善你的当 人以善为本 这样你愿意从此放下屠刀 回头是岸 我马上就放了你 那你现在就放了我吗 我没法确定你是真心向善的 你知道吗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 会有多少人会感激你 而做一件坏事 会有多少人恨你 你真的没想过吗 你这一套对鬼说去吧 怎么样方丈 我给你找的这个地方不错吧 多谢师主 刚才会了会你的几个途径 他们的武功都还不错 我就想知道师父的武功如何 师主 请你不要打扰师父的修行 怎么样 咱们过两招吧 师主 请你不要打扰师父的清静 小和尚 你想死 鬼空 拿着干来给的事 你运了 如果你一心向善 你现在就放了我 但我现在还无法确定 你是否真的欺可从善了 如果把你放了 不知道你还会害多少人 不要逼我师父 那我就先解决了你再说 施主且慢 老大愿与施主谈谈 怎么了 想给我说佛 我告诉你 给我说佛 要等世上的人都死光了 我也没事干了 我才会坐下来听你说佛 那好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功夫 好 敢跟我交手吗 老那是功夫之外人 我只是对功夫有些粗浅的看法 哦 看你现在的身形 你的功夫也就是 练到了七成 而这七成当中 只有三成是真功夫 四成是邪气 老和尚 少给我动心眼 哦 我说的没错吧 你看你这招之中 你已经用了六分的功夫 可谓杀气扑面 本来你这招冲出去 可以击碎人的五脏 但是有一点你没有想到 我一旦躲过了你这招之后 你就会撞到墙壁上 而且你自己使出的力量 就会折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胡说 你不信 不信你可以冲出几一步 试一试 你可以试一试 我不会上你的大 走 走啊 起来 起来啊 起来 这样吧 我可以带你们去见你们的师父 就怕你们见不着你们的师父 为什么 如果老大知道我被你们抓了 肯定会立刻行动 不是把你们师父转移了 就是布好了王 等着抓你们几个 你看 你现在站的这个姿势 同样充满了杀气 可是 你是靠三分邪气在支撑着 不信 你敢念一段经文 你就会发现你的力量很弱 你甚至怀疑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功夫 敢跟我交手吗 老那不会武功 老那只是觉得 功夫是身外之物 有了如何 没有又如何 自己有了功夫 自己有了功夫就会害怕别人战胜自己 而真正战胜了别人 又会怎么样 不如完全没有功夫 一心向佛 自己的生命顺乎天意 其不乐在乐乎也 那你为什么教你的弟子练功夫 我教给他们是教他们如何做人 叫他们护佛向善 惩恶记重 别说了 出招吧 老那说过了老那没有任何功夫 胡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 你们师父不是允诺五天内要把杀人犯送到官府吗 不是你们把我们送去 就是我们把你们送去 总之 不管是真和尚假和尚 总有一批要去受罪 老大当然希望你们去了 如果你觉得 你的功夫只对付没有功夫的人 那 就请你出手吧 那你接招吧 师父 师父 难道你是佛 我佛无处不在 你以为 我不敢杀你 你以去肉身和聚足夕 一举肉身和聚足夕 嘿 老大 老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老大 我就是土匪头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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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土匪头子 我杀过上百人 我谁不敢杀 我杀过上百人 我是不是老妖子 是 我是杀人不沾眼的土匪头子 是 我杀过上百人 是 扛了你的四个脚趾 是 没错吧 哎呀 嘿嘿 我还是老妖子 老妖子还是我 你们给我听着 我要把这帮和聚一网打尽 我要把他们送到 汝州县的形台上去 我要 我要出这口气 记住 谁要是再给我出了事 我再砍掉的 就不是你们的脚趾头 而是你们的人头 听明白了吗 师父 我觉得 他是不是在等什么呀 他在等的这个 很可能与你 与我有关 你是说 师兄师弟他们要来了 走 走 老大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等我 我知道你 就像你知道我一样 老妖子 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不要 快 走 我 你 左 师父 是二师兄他们来了吧 会认 准备去帮你的师兄 好 师父 闭上眼睛 开启天幕 凝聚全力直视双手 回天元帝州之气 发千军于首长之心 二师兄 这阵势对咱们不利 怎么样 臭小子 三弟 你快去救人 我来养护 好 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老大 干得好 工夫 瘦子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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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 2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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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让你们一个个都瞎了眼 找不到回去的路 静下你的心 粉住你的神 万物于室外 动静于心间 心中不悟 则天地纳于其中 凶中凝聚万亭之力 必诸起往下沉 再往下沉 再往下沉 一团火发自于丹田 然后冲出来 再往下沉 再往下沉 没错 快些 再往下沉 我们走 哥 你回来了 小河 你看见师父回来没有 没有 这 师父能到哪儿去呢 哥 这两天你都到哪儿去找了 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有人说前几天看见师父和惠人师弟出了城 回山上来了 我沿途问了很多人 饭馆 茶庵 客栈 我都问了 他们都说没见着 这师父能到哪儿去呢 寺里的兄弟们都闹着要去找师父呢 大师兄回来了 大师兄回来了 大师兄 大师兄 找到师父了吗 没有 让我们跟你一块去找吧 这么大的山 你哪儿找得过来啊 我担心师父 是被那帮土匪给抓走了 土匪在哪儿 我们去灭了他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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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师兄 三师兄 来 不要动 不要动 师父 我没事 好 好些吗 我再给你递点药 清洗眼睛 老羊子 住手 又来了两个 好啊 来吧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 真是知音难觅啊 我绝不会轻易放你们走的 来吧 小的们 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我捆起来 我还不想让他们死 我要让他们死在法场上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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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羊子今天 教你们棘手 让你们方上知道 怎么输给我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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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灰锋 小兔崽子们 玩得不错 来吧 小兔崽子们 伏法无边 方丈 果然是你厉害 我还是那句话 回头是岸 可我不想再和你说话了 我情愿死 没用的东西 二师兄 不见人影了 怎么办 那山上有座房子 我当然是不想再和你 去哪里 你怎么办 我还好 我又不想再和你 我还好 我还好 你这么说 你怎么办 我还好 你不想再和你 我还好 梅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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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本来想和你们好好的玩一玩 没想到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 你们不是各个武功抄群吗 怎么今天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那是因为我说明白点 是你们的死期到了 我实在无法再忍受你们在这里没本没了地闹下去 你们死了 我的地盘也清净了 我这口恶气也就出了 老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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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叫我吗 我不叫老妖子 我的名字叫李云青 李云青 李云青才是我的名字 我告诉你们 我们家老大出生在有香书的家里 他不是个粗人 书香门第 对对对 书香门第 不过我也很喜欢老妖子这个名字 一般的人听了就会吓破了胆 小宝贝 老妖子这个名字你听了害不害怕 老妖子 你好像有什么事儿 你为什么要绑架百姓 你为什么这么狠 狠 绑架百姓 不为别的 就为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钱 连钱你都不懂 你这个笨蛋 你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有用它的地方 这就不是你一个小和尚 所能理解得了的 来人 把他们押回山寨 走 快走 快走 快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们 要不是我 他们也抓不住你们 梅兄弟 你别伤心了 他们肯定让你吃了不少苦头 悔空 不 五师兄 只有你最会疼人了 三师兄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土匪的老巢 对呀 我来的时候 看见这山寨 均在一个山顶上 四周都是悬崖峭壁 只有一条道上山进寨子 其他就无路可走了 睡觉吧 养好精神明天再说 哎呀 这个样子能睡着吗 也不知道咱们会不会死在这儿啊 二师兄 你说句话 不管怎么说 我们总算找到了土匪 如果我们只想着逃走 还有可能是死路一条 我逃走怎么办呢 我们这次出来的目的 就是找土匪算账的 为什么要逃走呢 我们要想办法 闹到个窝里开花 趁机向他们一网打尽 二师兄 你不头疼吧 你没着凉吧 你肯定发烧 哎呀 那位女侠快点来救我们吧 你在什么地方 哪位女侠 就是我在洛阳府 见到的那个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你在哪儿啊 快来救我们吧 你侠叫什么 她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怎么来救你啊 她就在这山寨里 我还见过她呢 她怎么会在这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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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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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快告诉我 河上关在什么地方 来人哪 老大 怎么了 人哪儿去了 不是在床上躺着吗 我们一直守着 没有见人出去啊 哼 自己躲 老大 我已经没有交趾头了 你们都给我听着 你们都给我听着 抓住那个美女的 我赏给她一百两银子 站住 什么人 快抓住她 她杀了好几个弟兄 喝吧 我来 我坐下来 我来 我来 对 在床上霉丰子 那就帮你放手 你出手 这个好看 也有没有 你妈妈妈她 你个和尚 关在什么地方 关在后院地牢里 走 去看看 救救 救救我们啊 救救我们吧 姑娘 救救我们吧 你们都是什么人 为什么关在这儿 我们都是老百姓 被土匪抓来的 你们别害怕 我肯定会救你们出去的 小心 打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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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 那几个和尚在哪儿吗 守备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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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啊 哟 果然在这里 神仙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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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姐姐姐 我们在这儿呢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的 谢谢姑娘 姑娘 贵姓方明啊 快走 你们都别动 你们都别动 你们跑不出去的 来来来来来 兄弟 你不认识我了 你骗了我 我今天不骗你 你放下刀 赶快离开这里 看在你帮过我的面上 你还能活下去 要不然 你只有死路一条 还不快跑 我一个余愿 是你 你自己怕 我 就像activan 冘吉el 和凑 puntos 每媒 已成咵 我 サユ 放箭 快走 美女 我给你一条活路 你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出来 你不是要进京 去杀皇帝吗 还有大事要做 为什么跟和尚混在一起 就这样死了 你该多亏呀 姑娘 连累你了 师父送我那个珍贵的礼物 我答应师父要救你们一次 今天 只有我能救你们了 这样吧 我在前面冲 你们跟在后面 不行 硬冲是肯定不行的 要想办法治去 怎么治去 我有办法 美女听着 我给你一刻时间好好想想 如果你再不走出来 就要跟和尚同归于尽了 我可真为你可惜呀 怎么样 美女 想通了吗 活着怎么也比死了好 你为什么这么心狠手辣 我早就说过 我是土匪 其实 像你这样心狠手辣的人 对我这么好 也是不容易的 这句话说得好 我爱听 你放我走吗 我放你走 但我不放他们 你知道这么长时间 我对你一直是很宽容的 那你放我走 好啊 走这里 对 这就对了 走吧 我早就防着你这手呢 知道吗 我也防着你这手呢 去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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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美女 还是跟着我吧 整个山寨就都是你的了 放开 滑 诶 诶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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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抨 乱 乱 驾 台湯 兄弟们快走 兄弟们快走 快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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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